军用战机的生产线重启确实是一件比较罕见的事情。 俄罗斯方面比较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图1-60海盗级战略空炸机。 目前美国已经在第六代战斗机上投入了很大精力,最关键的自适应变形环发动机已经不断取得进展。 特马和博英公司也公布过六代机的选行方案。 在六代机护制预出的情况下,美国不可能回过头来重造五代机。 图一,诺马研制六代机已经很久了,这是其中一个早期方案,非常像当年的YFR3。 决定战机生产线能否重启的一个重要考量,是这个战机执行的任务有多大的紧迫性,是不是有可替代性? 如果可以替代,多半不会考虑重启。看看图160就明白这句话是啥意思。 图160是俄罗斯陆海空三外一体核力量中,唯一能执行空击和打击的轰炸机。 执行轰炸机对于俄罗斯非常重要,重要的程度超过第一,而是相当或大于第二。 如果俄罗斯不重启图160的生产线,就不能维持可信的核打击能力。 逆火轰炸机虽然名声更大,但对于俄罗斯来说只是低端火,偏终于打常规战争。 图160的航程载荷性能远远超出逆火,逆火替代不了图160。 尽管俄罗斯早想搞新一代战略轰炸机,但是目前的火力太弱,研发进度缓慢,即使弄出来也未必装备得起。 在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没有希望的情况下,俄罗斯只有重启图160。 图2,YF23还有人记得不,如果能在六代机上缓缓,可以算得上奇迹,必定各个人判断可能性很小。 我们再来看看F22的情况,目前俄罗斯已经拥有了苏-57,不管苏-57被黑成什么样,但是没人否认它就是五代机。 F22即使重启,即使幻装更强大的发动机,即使幻装更强大的新雷达,它跟苏-57依然够不成代仓。 美国一向信奉用科技碾压对手,希望用先进一代的战斗机,碾压这一代的战斗机。 F22重启后,不可能被苏-57打出屠杀F12,这样的144。 零的战果,要想维持战力的绝对优势,必须通过六代机实现。 重启生产线这件事,军火商也是不答应的,只有研发新一代的战斗机,才能形成一颗巨大的蛋糕,才能形成一颗巨大的得资金黑洞。 重启生产线区是100亿美元的小生意,在千亿美元的六代机计划面前不值一提。 除非,目测波音在六代机上又要翻船,说次的五位亿布局风险太大,美制一项非常保守,不喜欢这种金氏海索的设计。 美国对于初五时期的出现并不感到意外,这是早晚的事情。 要知道,F22的研发可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事情,三十多年过去了,按照战斗机的研发和服役规律来看,新一代战斗机的弹势早已经下了,迫害而出世之早的事。 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科技实力都支撑得起,既然有新玩具可玩,为啥回头早就玩具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闻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